請同學來看一下 有一個網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就是氣象報告上 你會發現蠻多 就是他們有 用這個網站的 有沒有看過這個網站 有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就是 你可以免費使用的一個 平台 那所以今天風真的會比較大一點 風比較大 我們就進到中正大學裡面 你可以直接 打關鍵字 OK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進到我們這邊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 OBS其實也可以怎麼樣 把網頁加進來對不對 那我就要加這個 那你只要找到了我就把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好複製起來 現場這樣子雖然也可以播報 但是這樣對大家 觀眾不太尊敬 對不對 後面那麼亂 所以呢我們進到這邊來 我們剛剛有第二個場景 對不對 我就切到第二個場景 好現在不要它了 那你如果暫時不需要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眼睛 其實也可以眼睛關掉就好啦 對不對 好那我就要加 這個呢就沒有辦法用拖曳的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網頁 所以OBS裡面也有提供 瀏覽器的功能 等同就是開網頁的意思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好那你可以直接選說 這是什麼名字 那我就要先按確定 好現在呢 你只要把你的網址貼進來 然後呢 告訴它 貼進來 告訴它你這個要開多大 1920×1080 好然後它會自動重新整理 所以好的 我現在就按確定 我們就等待氣象報告進來 請問有沒有進來 好現在它在最上面對不對 我們就往下拉囉 往下拉 這樣有沒有OK 好那你可以看到像我現在 那個畫面 我就轉過來一點 這樣可以啦 這樣是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邊 這也是我再過去的 再過來一點點 我這個木有600公分的寬 所以兩個人還可以 兩個人還可以 所以我這邊再往前一點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就只好再裁切一下 這樣我跟它可以比較好一點 那你可以過來一點點 不然你切到一點 沒辦法 因為它比我寬一點 好 這樣子 那是不是就可以錄製了 對不對 來 主播換你囉 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氣象主播 那我就要按右下角開始錄製囉 來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沒有關係 你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今天你最大 謝謝大家來參加這場演習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但是今天的重點還是要講一下天氣啊 如果齁 你不太習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切換回來這邊 雖然我現在是在這邊講 可是 這個畫面會繼續錄下去喔 了解嗎 因為有些人不習慣 有些人不習慣怎麼樣 自己看自己錄 他會覺得這樣我不好意思 所以呢 我們就背景錄 好 那這個 那你就可以繼續講了 好 我幫你操作 好 現在加一室的溫度是23度 對 未來有沒有 禮拜 今天是禮拜 禮拜五 五對不對 在禮拜六 有沒有 禮拜六的天氣在這邊 對 時間軸 你看我們可以往後退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 欸 明天九點 有沒有 風勢變比較緩和一點的 這樣了解齁 好 來來來繼續繼續 好 可以看到 週末的話 應該下午 下午是適合出去玩的 因為 不會下雨 那 這是六 禮拜六的時候 大概六點以後 就要準備回家 因為會開始下雨 好 其實我剛剛從台中過來 就有在下雨 哈哈 就有一點下雨了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可以齁 好 那我這邊收起來 我把它停止錄製一下 這樣就錄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從這邊 剛剛不要自己馬上看 事後看也沒關係 有沒有一個叫重新封裝 為什麼要稍微做重新封裝 是因為 OBS 預設錄下來的影片格式 叫做FLV 這個是叫Flesh Video 可是現在Flesh Video 各位應該知道 Flesh行不行 越來越不行了 對不對 網路上看不到 電腦裡面一般大部分 如果你沒有裝其他軟體也不能看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轉換一下 那你按瀏覽的時候 它會打開你錄影的位置 預設我們錄影的位置都在哪裡 就是媒體櫃裡面的影片 好 所以你看有沒有找到一個FLV 所以我把它打開 告訴它 請它幫我轉換成什麼 是不是MP4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重新封裝 一下就好了 OK 那麼 這樣好了之後呢 在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顯示錄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夾打開 你會看到 有一個可以播 一個不能播 這樣看到了 所以我就點兩下 就OK啦 只是我們 我看到這裡沒有聲音 沒有打開 好 我們期待一下 還沒有開始播 你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今天你最大 這樣一看就讓他很緊張對不對 次數搜尋目標 其實大家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你會不習慣看鏡頭 但是你還要忘記 別人在看你的時候 就等於那顆鏡頭 所以你要會習慣要看一下那個鏡頭 瞭解嗎 因為有些人不習慣 我們這邊會delay 不要怪他 但是聲音也聽得到 哈哈哈 就是這邊可能播的 不是那麼順 明天9點 有沒有公式變比較緩和一點 這個應該是看得到的 等一下我傳上去看一下 這樣OK嗎 所以 各位 準備囉 他們要上來試看看 真的沒有 不要等一下上完課回去就馬上開台 所以有沒有發現 各位現在這個年代 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這些東西 我們要花很多錢 不是一般人力 一般就是上班主要 都學生可以做得到的 現在有沒有變得很簡單 你們都沒有問題嗎 都沒有想要問一下 這塊布多少錢嗎 哈哈哈 我跟你講這塊布 這塊 450塊而已 我還是比較長一點的 還是比較長一點的 你去網路上買那種的 少說三位數起跳 四位數 三個零 三個零 大概都是一兩千塊以上 但是其實你用這個效果就很不錯 對不對 當然你網路上已經好一點有差 不然的話 我如果用一般的 我跟他就不能擠在一起 這樣跳去 可能就會你那個比較小一點 一般我們的nodebook上面的 通常像素都會比較差 都會比較差 而且你要調角度 不方便調 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很鼓勵 各位用nodebook上的 除非你nodebook上的是有 蘋果光芒 還是有那個微軟的 Surface Pro那種 那種的 就真的會比我現場這台好 哈哈哈 不然的話 一般的大多數 效果真的都比較差 這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OK 感謝你的演出 謝謝